Ladies 见证了 大家早上好 Good Morning 他身边的拜登 叫拜登 他身边的川普 今天看了朱立伦 和潘东尼的VOA的一个讲话 我感觉到现在有些事情 我还是不说 不说也罢 说了也白说 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个视频 同时发给 在网上需要能够看到的人 看一看 你看我把这个线 这个 我再谈一个问题 首先要人了贵有自知之明 这个自知之明是什么 首先你自己的身份和定位 就像台湾 要知道台湾这个定位是什么 就像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 还是在东南亚洲这个定位 你要把自己这个定位 首先要讲清楚 搞清楚 现在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把自己还看成 当成一个中华民国台湾国 那么朱立伦来自把自己 当成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个定位呢 那这就不恰当 恐怕就不恰当 对吧 这个不恰当的话 就实际上就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 这个地方政府 这有一点是美国 中国全世界都公认的 就是我可能昨天看了那个 川普总统的一个视频 他讲得很好 他说香港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让人家内部问题 让人家内部去解决 这个呢 美国呢就想不通 好像这个 就像美国的问题 美国这么多枪奸 中国来帮助解决吗 你中国有 说几 说算道 有没有说三道四 说三道四的那个事情 这个话题 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内部去解决 国家要 外交是要对着国家的问题 是对国家 而不是对地方 所以把自己的身份 和国家的定位 去搞清楚 比如说安东尼·布林肯 他是代表国家 国家讲的外交政策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按照联合国宪章来讲 现在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宪章 1945年注册的 这个中国的名称 那么 你是对谁代表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的 2758号学义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现在呢 搞不清楚的是台湾人 一个搞不清楚的 从蒋介石李登辉 这个蒋经国开始 蒋经国 1971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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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淑凯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他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了 这个 这个 荒唐 周淑凯作为台湾那个 当时呢 以前呢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 在1971年 1971年1月1号 1971年1月1号以前 他可以说是代表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代表的中国 这唯一一个中国 这是1971年以前 大家知道有个时效性 你过期作废的了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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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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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这个 那个 你不能把一个 你不能把一个 做废的权力 还拿来在这儿用 你认一个就像一个信用卡 他到期已经做废了 就像你一个身份证 他到期做废了 你为什么 你还拿那个 中华民国这个 那个 那个假身份证 他说过去那个身份证 来给你装点你的门面 但是 中华民们也可以啊 你中华民是 这个是台湾省嘛 这个省是什么意思呢 省是被征服的这地方嘛 所以 大家首先要 第一个 我今天讲的一个题目 就讲 四不一无意 四不一无意 就是讲 美国这个安通尼布林肯 现在就按照这个 美国的利益 按照这个 大家不要再说 我把这句话找出来 现在我们如果要是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强加的强加这个让你去昏昏使人糟糟 把这个把自己这个这个这个一个政党的利益延伸到这个外交的活动来 那就是不施量力了 对吧 你这样台湾它不是量力 就这样 你作为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这是在哪 我把这个原话找出来 这个呢 我们这个 谈到这个 这个月极 好 这个 有的时候啊 这个人生呢 就是一盘棋 现在呢 我觉得在美国呢 我现在在美国呢 就感觉到就 因为大家对这个政治问题啊 这个 既敏感 又不 华人来说呢 对这个政治问题是不关心的 在我所在的这个华人的社团当中呢 大家都不愿意谈政治问题 也没有人真正对 因为也不愿意在美国参政 第一个 没有自己没有多大的利益关系 我也不希望在美国能够能够 那个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 梦想这个美国的 是干预美国的政治和权利 但是为什么呢 现在 所以说呢 中国人在美国的参选呢 表达政治意愿的人很少 为什么现在会参加 这些人多了 现在好像是 生活富裕了 同时呢 政治和自己有关系了 华人在美国的多了 出现的歧视 华人的视频也多了 所以呢 大家各个社区 都在号召华人参加这个选举的投票 表达这个政治预言 今天呢 就六月六号 今天晚上呢 就是美京华人中心呢 有个讲座 就是马里兰州的这个 一个议员来讲啊 这个这个 参加中期选举的 要哪些注意 对于事项 你要参加表参呢 就要参加 或者参加民主党 或者参加共和党 表示一个 你的政治立场 政治态度 这就说 表示你对美国现在的这个 现行的政策有哪些 哪些意见 哪些不同的意见 我在这里呢 也表达一个我的意见 这个 就是拜登和习近平这个谈话 就提出的 四不一没有 我是支持的 但是 现在的做法来讲呢 又是另外一套 所以 这个做法来讲呢 又搞得是双面解释 又搞得是对抗 又搞得冷战 又搞得围堵 又搞得 这种又搞得 这个这个 这个 俄乌冲突 这个战争 这个已经到了战争边缘 所以 战争的边缘状状态 下一个 就乌克兰 下一个乌克兰就是台海 为什么说 这个嘴上又不愿意说是台海 但实际上就是台海 我今天就解释 为什么台海问题就是乌克兰的 有一个边际效应 同时美国应该怎么样的 把这个问题化解 做一个大国 用负责任的大国 怎么样的化干戈文育国 给老百姓造福 怎么造福呢 就是把台湾 就是把台湾 混换 现在土地换和平 现在乌克兰是土地换和平 打到现在 打出一个结果来了 一百天 可是台湾 台湾呢 现在73年 1975年 75年 现在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现在我们很多人是 不见棺材 不掉泪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就是还一心梦想着 我自己是个独立的国家 我一心想要 川英文就想着 我要以中华民国 台湾这个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靠着美国 靠着日本 和保护散也好 大国的保护也好 把我给撑起来 让台湾 以这个中华民国 台湾这个名义 出席国际会议 卫生会议也好 其他的投资会议也好 东南亚这个合同会议也好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 现在触碰了 这个中国反分裂国家法 的一个底线了 现在执政的台湾民进党 吴昭谢 苏贞昌 在这个整个构想当中啊 都还一直保留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梦 黄粱美梦 我主要是掌握一下时间啊 现在实际点 我讲到事了 这个博弈思维啊 我先我一个是呢 我做一个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台湾兵 从这个拿 深圳来的这个 深圳的一个时间就是今天效益就是生命这个口号的提出来 就是我们厂啊 就是舍果工业区第一家中外核资厂的这个这个当时叫中红气体厂中红氧气厂 后来又跟美国公司核资叫做AIR PRODUCTION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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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hemical company 就是工业气体和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这个是跨国公司 现在制造芯片 苏联俄罗斯现在卡的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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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有一个材料 什么材料 稀有气体 亥啊喝啊 我们就是生产我们那个厂就是生产气体的 一个芯片 因为我在西安的时候 198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在西安石油看在一起总厂 那个印刷线路板生产 那个计算机辅助设计 那个就是用计算机来辅助设计印刷线路板 印刷线路板 现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 中国第一家开这种计算机辅助设计 用这个线路多层板来设计这个印刷线路 当时一转印刷线路板呢 就是就像半导体啊 收音机啊 电视机啊 都是用的都是用这种 用的半导体的印刷线路板 而现在是用的 用在武器里就体积变得更小了 就是用芯片 用陀佛斯微米毫米 就是把那个体积变得越来越小 而基本原理就是IT的原理 就是计算机服务 计算机呢 我们是在设计的时候 把它 把那么小的一个陀佛斯的视频 放在电脑上就变成很大的东西 然后呢 用光刻机啊 来刻 所以我们的IT工程是大同小异的 不过是更新换代这个 就像原子弹的原理 你现在原来的原子弹和现在的原子弹的 技术 技术当量就一样 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进上线了 把线路怎么连接 为什么芯片 芯片就是 芯片就是内部的电子弦路 只不过是用这种计算机 这个操作 用的这个 把一个很小的东西 用在一个芯片 这点盖大小的东西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微 就是微缩了 对吧 就像我们很多的 过去一个多大一个 打疙瘩的电话 现在变成一个手机 就这么大了 这个就是同样的道理 我就是刚好呢 我就这个呢 我这个技术是从美国这个 这个Compute Vision 那个就是在西安的时候 也是美国的第一家 这个核酬系统 核资的 不知道核酬叫独资 就是它技术合作 所以我们这一代 从改革开放以后 就真正的是得到了 这个中美合作的一个 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具体来说 我就是中美合作受益者的一个 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前面这个生活啊 移好啊 什么政策啊 但是从技术 从思想 从管理方法 就idea 就成立 就企业管理 就是微观经济 一直到宏观经济 到现在 我是讲的宏观经济 今天我们讲的 就是美国的宏观经济 我们讲 这一个是投资 美国现在的一个最大三大战略 投资 结盟 竞争 这个不是台湾想的 是投资台湾 或者帮助台湾来抵抗中国的第一岛链 台湾的价值现在是越来越没有价值的 你知道 为什么呢 台湾的价值在于 你能不能够走 36级走为上席 你不能够移除台湾 你不能走去台湾 不能用台湾的土地换和平 那你台湾人 就是一潭死水 持浅房八桌 对吧 动小腰通大 就是 特朗普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台湾离我们九千米路 跟我们的利害关系一点都没有 卖的芯片比哪个都贵 美国是这么说呀 那么 你现在 你符不符合这个三条 投资 投资美国 不是让你投资大陆 投资什么 这个美国的 从美国利益来讲 美国利益优先 你要 你要把台湾的 这个台湾的资金 拿到美国来投资 从建家园 我这次讲的是 这个是实实在在话 朱立伦听不到这个话 朱立伦来了就是想要怎么样 让美国来投资台湾 没门 第一 就是说 台湾 你要买武器 要出钱的 他作为这个投资呢 美国是投资你的技术也好干 但是他是希望你能稳定 你不要破坏了这个 这个这个 不要因为你了把台湾 美国拉下水 拉下水 让台湾 美国出兵 没门 从 从 从这个 韩战以后 就没门了 美国不会介入 中国的内战 因为 所谓的 现在 朱立伦也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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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也好 都强调一个 维持现状 我请问一下 啊 现状是什么 现状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叫做战争状态 现在台海之间 两岸关系 就叫做战争状态 中华民国的内战 不要说是中国内战 是中华民国的内战 没有赏卫的 赏卫 赏卫统议 就赏卫结束 赏卫签对和平心意 马英九没有签 马英九错失了一个最好的战绩 啊 李登辉 陈志远没有签 就因为策过了邓小平 那个时候还在 邓小平在的话 可能会 会当时就 就这么 手这么一松就把 就过去了 就签了 现在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以国万重山 现在一国两制 是谈不成了 为什么谈不成 这和原来的性质 完全不一样了 你要想台湾人 就两千三百人 自己搞一块 这个叫做封建格局 这个叫做长江那个 蒋介石和那个 毛泽东那个 就叫 隔江化江而至 那么张亚中不是想要去 那个一个政党 那个政党 那个主党去 跟那个 呃 到大陆去 就是政治 就是 敬想党主席 去 去 去谈和平 和平协议吗 中国国民党 两个大主席 一个是敬想当主席 叫张亚中 张亚中呢 他把矛头呢 就是想要把这个 去大陆 去和共产党去谈 和平协议 但是你这个身份 是政党身份 对吧 你政党身份 现在是国内战争 现在是两岸战争 现在是两个交战团体 的层面 一个交战团体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 政府 是政府 另外 也就是中央政府 另外一个交战团体 是台湾的地方政府 原来叫蒋介石当局 就是2758号 决议上就讲了 就是蒋介石的代表 现在台湾呢 就是蒋介石的代表 就是说 这个交战集团的 另外一方 这个位置就颠倒了 原来的国民党是执政党 现在是共产党是执政党 所以位置就颠倒了 这就是一个交战的团体 哪个是正统 哪个是不正统 现在你要说你台湾是正统 那你怎么不参加联合国呢 联合国会员国怎么没有你呢 美国外交怎么不把你放在眼里呢 而是说是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为什么不说台湾政策呢 台湾关系法的 台湾为什么不说台湾政策呢 因为国家 美国来讲的 它对的是外交来讲 是对的国家 不是对的地方 台湾不是政府 不是干人们的 所以你把那个 原来那个第一任 那个1979年 那个台湾驻美办事处 那个叫什么 孙子 它把自己变成了 干人们的欧布 你怕不叫欧布塞纳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驻美代表团 马上把叫到国务院去 你这什么意思 你不是政府 而且你违反美国的政策 美国的外交政策 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个政府 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 就是中华民国 人民共和国政府 那你 你是台湾政府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的不是 他说的 干人们的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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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很在意 在意 在意 在哪 就是说 他的上帝很在意我们 把这个 欢迎巧语 把这个 把那个国务卿 当时的1979年的国务卿 给忽悠了一下 今天的 今天的 美国国务卿 是安通尼 那个 那个 布林肯 他不会受这个忽悠 那么 提出来这个 安通尼提出的 这个对华政策的 事不亦无益 我觉得 是理性的考虑的 是 这个 经得住这个历史的考验 还是说 能够站得住脚了 结果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大陆虽然不承认台湾关系法 但是某种常常 没有提出来给你的对抗 因为台湾关系法 它不是 政府之间 政府之间的关系 不是国家与国家 和政府 政府的关系 而是人民 台湾人民与美国人民政府 人民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呢 你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呢 一个是人民 一个是这份土地 这个土地的主权 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主权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 就必须接受这个主权 现在习近平也好 习近平的目的 现在目的 二十大的目的 就是要人民解放军 接收台湾这个主权 就像俄罗斯要接收 接收乌克兰的土地一样 这个就在土地 在这个领土上 国土上 我不允许 你可以 你这些人可以 部落的 你可以跑 你可以走 同乡 你可以走 这个停战 可以结束停战 一个是投降 一个是有条件投降 一个是无条件投降 这个叫做战争结束 现在战争没有结束 现在不是给你填一个和平协议 维持你现在两岸和平保持本领 维持和平就是维持战争状态 维持着这个军机老台这个状态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自己 这个状态 这个格局 不认识这个格局的话 那就叫做忽悠 那叫欺骗 现在我们这个参与文艺好 这个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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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理文章 大家都在欺骗 想要呼叫大陆 这个大陆的 14亿人民 呼叫美国人民 美国很清醒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不是一个 不是我的谈判对象 台湾人民和美国人民 可以在某种上保持人民与这些商务和文化的联系 所以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我就说 朱立伦来美国呢 虽然表了很多忠心要拥抱美国 说 We are here We are back 我以为是在中国国民党啊 那个中国国民党 原来的主席叫张亚忠 他想 金钱主席想要带着中国 中国国民党 回到这个中华民国大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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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抱当中去 拥抱 张亚忠是拥抱大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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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 而朱立伦呢 是拥抱美国和日本这个主体 不 拥抱美国这个主体 蔡英文是拥抱日本这个主体 黄明这个主体 所以蔡英文呢 他在美国也不受待见 因为他在美国他是搞 搞这个 搞这个分裂的 那么 就像 给日本搞那个 那个黄明那个一号 一样的 所以 我 这个这个这个不寻求 这个这个是 事不一 事不一 事不一无益 第一个是投资 听清楚了 我今天讲的非常清楚 也跟大陆人去讲清楚 台湾那个美国那个事不一没有 他跟 一个是建立的 第一个要和中国建立一个人民与人民之间的长期有好关系 他不一定是反对公共的 不不谋求改变中国共产党的现状 不寻求继续搞冷战 不支持台独 这个是明显的定了一个调子 这个调子很高啊 不要以为他现在说的话很硬 但是这个话很准确很巴适啊 这个巴适就是什么 我要和你合作的 我这个叫合作的竞争 国股市竞争 我告诉你台湾问题 这一个底牌 我今天就跟大家交个底牌 朱立人你带着国民党 那可以 你带着国民党的人 中国国民党的 原来的这些老朋友 美国的老朋友 你可以到美国来投资的 我在美国给你一份地 跟那个南方的 南方现在 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着 南方正在向那个 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要吸引全世界的 那个投资商人 吸引网络 全世界的人产 到美国来建设 共同建设美国 我们过去搞的 管那个别人 狗懒八堆死 对吧 管的心理太多了 我们要管好自己 那个拜登呢 把这个重心还管成就 管个欧洲 管日本 管这个东南亚 管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费力不讨好 出了多少钱 管中东啊 过去来讲 我们叫费力不讨好 现在我们明白了 美国要管好自己 根深固本 以至天下 拜登 拜登你现在搞不好 你后面就着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那么 川普就在后面 等着你了 2024年 就等着你现在 你搞的什么样子 你搞的现在 这个民调现在 不到三十个辅审 那么你现在 你搞不好 你搞不好 那么就 川普就来 川普说了很明白 台湾问题 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是吧 台湾这个土地 是中国的 或者台湾人 不愿意承认着 按照联合国 现在是中华民国的 固有领土 包括固有 包括俄罗斯 还有包括其他 亲战的土地 包括 包括像这个 钓鱼岛都是中国的 南海 也都是 按照联合国 原来 中华民国的版图 十一道线 都是中华民国的 所以 我夫妻跟你去竞交 那是你的地方 就像你 如果你不要到我的 加勒比海来 闹事一样 所以 谁占领了加勒比海 谁就占领了美洲 谁占领了南海 台海 谁就占领了亚洲 你印度 印度呢 就是搞的 印度 就占领了印度洋 他进去楼台 现在月了 这个时候我就交的 这个底牌 第一个是投资 第二个是结盟 结盟 你看到表面上 表面上看的是 这些 那个台湾说自己是盟友 盟友你可以去怎么理解的 人民期间是朋友 这个是朋友 小成功靠朋友 大成功靠什么 奥巴马说是靠基督 就是GREAD TO GREAD TO CANABAY AMACAN 那么我们现在 现在我提出的是 T2 Together Together 除了中国和美国 这个这两个大国以外 还包括全世界的 各个国家 Together 一起 博博的 安慰 就一起啊 共同建设美国 共同建设美洲 开了一个新的建设 美国呢 就是自己以为自己太强大了 所以把美国这个地方自己后华原样没有经营好 把自己本国没有经营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说我们这个地区叫做大华府首都地区 首都地区的 你看那个公路上那个电线杆子啊 就像 就是有个大家说的那个 那个逛那个 逛那个拉莎那个 有个女儿的怀怀着 就看看拉莎心里面嘛 那个就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 那个电线杆子 美国很多地方都很多 或者 还是跟那个拉莎 刚刚这个 改革 土地改革以后 那个拉莎的电线杆子 就是一样的 这个钱从哪里来呢 就要靠自己的两支 美国人的两支手 来劳动来创造这个财富 而不是靠鈔票來耗羊毛 所以這個過去我們叫做虛擬經濟 那麼現在來講要搞實體經濟 就是要讓實體經濟重返美國 我做一個企業家 我就希望全世界包括中國的企業 到美國來通知 插隊落戶安家立業 這個話就跟我們過去在上山下鄉查的一樣 在這裡如果中國人來了很多看到美國 特別是到南方 你看到一些這種就像農村一樣 所以這種擊破感 一個做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怎麼能不把自己國家的人民 自己國家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呢 不要說美國優先 你到哪個國家都要把自己國家的人民的辛苦 都要從事建設 人的素質提高 整個國家的形象要提高起來了 所以美國的主要經歷是在本國的經濟發展 對不對呢 完全對 這才是聰明的 特朗普就是 特朗普就是因為為什麼要脫光 我就是要搞美國 其他的勢力我管不了那麼光 因為實際上耗盡了這個美國的資金啊 軍事力啊 以後呢再慢慢慢慢縮小 就把這個拳頭拉回來 你拳頭握緊 你拳頭都撒出去了 這個拳頭就沒有力了 你要把拳頭都拉回來 建設美國 這個美國的特別是基礎建設 不要說這個傳統的基礎建設 現在的基礎建設是什麼 高速公路 高速鐵高鐵 還有這個這個網絡通訊 5G 6G 還有這個衛星空洞戰 因為在天上 你現在再多的力量 天上看得一清二重 台灣哪個地方 甚至你 蔡英文在哪個辦公室 衛星都可以把你定位了 說打你這兒 說打你陳水扁 打不了呂修蓮 這個就是 這個就叫做現代科技 現代資訊 中國沒有那麼落後了 這個昨天那個航天 航天飛行員 那個三個航天 航天又到太空去了 我感覺到很 這個科技技術力量 飛越發展 比那個超過了俄羅斯 這個空間站這個水平 但是這個外語程度 要提高一點 因為中國來講 這個外語 外語這個語言的交流能力 還需要再提高 但是內部呢 它有個保密性的 這個我們就不談了 就像我一樣 我外語也不談 那麼我就想呢 未來的這個 中國的學生啊 一代要比一代強嘛 當然到 中國的學生 每年來個十萬二十萬一百萬 到美國來學習 回去 把技術也好 思想也好 文化也好 觀念也好 創新精神也好 帶回去 這是慢慢慢慢慢慢 潛移默化 影響中國的這個發展 影響中國的科技 我不是已經 讓這個這些人回去 不是去造反 不是去環鄉團 去搞一個什麼 再搞一個什麼 六四運動出來 而是讓這些人去搞 把精力搞在科學技術上 發明 創造發明上 搞在建設國家 建設邊境 讓人民提高人民的普遍生活水平 搞這個社會的和諧 不要搞宣揚民族的仇恨 這個就是 融入世界的全球化的能力 就加強了 每年一百萬 當然這個數字是誇大 每年至少來十萬 一百萬中國的學生 留學生到美國來 第一個是增加了美國的收入 留學生的收入 第二個是 帶來了中國的一些新的改革開放 新的經驗 新的新鮮血液 新鮮空氣 這對美國有好處 美國反過來也互相的把這個交流了 就是取長不短 在這裡呢 發現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創新 好 這樣的互相交流 這個 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真正的科學家 不是 通過 學習 各個國家的 這個 這個 最精華的 最前沿的東西呀 你只保守 那你不成了大清王朝了嗎 你手就只有自己的好 你連個 大清王朝 連個鐘錶都製造不出來 總是按照那個 這個 小農經紀 小農經紀 那個 一母三分地 是吧 老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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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中國 就只能被 八國聯軍那個 挨打了嗎 幾千的 幾千的 洋槍 洋槍搖放 就把這個 這個 慈禧太后 打到西安去了 是吧 你再多的 再多的宣傳 自我宣傳 八國聯軍說 刀槍不入 結果還得 一個槍頭 就解決了 神話 這造神是沒有用的 這要講科學的 科學是來不得半點虛假的 我們今天講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 講這個 三個結論 第二個結論 結盟 我剛才說 T2結盟 結盟 不是台灣和美國結盟 這個毫無意義 所以 美國 特朗普說的話 台灣和大陸相比 台灣就是這個 原子比尖 台灣 沒了自己的那個 原子比尖 獨立成國 就是這個原子比尖 那麼大陸是一個什麼 大陸現在是大海 原來是一個桌子 在美國呢 也是希望能夠 踏山之池可以 供應 所以特朗普這個 idea 我覺得 講的 它 這個手段上 是有些粗糙 為什麼它有些失敗呢 它不太懂得 中國文化 這個隱隱 包括那個隱隱 回旋 含蓄 歪歪繞 是吧 我一句話 我本來是這個意思 是吧 我要發展美國議員 我就直接說 美國優先 這個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讓美國優先發展起來 聽起來 人家就覺得 我接受不了 但美國 因為它老大 老大才就 老大才就 有這麼一個 一個派頭 那麼 中國呢 反而中國優先 中國也覺得中國優先 哪個國家 不是 哪個自己本國利益優先啊 台灣也是 用著台灣利益優先 但是 現在 台灣要清醒了 已經到了 這個 被水一戰的地步了 你是破釜沉舟呢 你還是 還是像烏克蘭一樣 打過這個團團觀觀 保家衛國呢 我告訴你 抵抗是沒有用的 你抵抗 就是 你像烏克蘭一樣的去抵抗 這個 這個 國家的 國家的統一 國家 聯合國 按照聯合國憲章 收復台灣 是沒有用處的 因為 大陸按照聯合國憲章 和聯合國大會的決議 收復 收復台灣 民政嚴肅 合法 合理 是吧 叫 水到渠成的事情 那 為什麼要和平解決 立法 你不投降 不投降 第一 就讓它滅亡 所以呢 如果 國民黨 能夠把台灣的 台積建議好 台灣人民願 願意 你兩千三百萬人 願意到美國來 建設 美國南部 沒問題 你不願意留在 願意在那裡 自己成功成功 就像 吉隆斯基一樣 保衛著台灣的主權 保衛著台灣的獨立王國 對不起 那就是分裂國家 分裂中華民國 分裂這個國家 就是造成獨立 就是要 用人民解放軍的力量 來解決 解決你 才賴 那個 賴月薪想得好 我就一點一點的打 從 總統府一直打到你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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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一好 我就逼著你台灣 走向獨立 逼著你 中國 國民黨 你 這個 你難入死 維園區域 告訴你中國國民黨 你把人帶過來 帶美國來 進來 這叫招商引資 我現在是 敬酒 不支持法酒 你到那個時候 你要 不要等著 跟那個大陸去攤牌 那你就悠悠自體 我現在 美國給你一個 康中 大道 用台灣關係法 我告訴你這個人 到美國來 到美國來 那個那個 什麼 來一起 來共同建設 那個新家園 就像 你戰隊長一樣 你既然從大陸上 那個800萬軍隊 就失敗了 變成幾百萬軍隊 轉進台灣一樣 你可以叫 轉進美國 對吧 你留下的家庭 你可以暫時留在那 等美國 你建成安加利業 把這個美國建成 你可以把家人 台灣的家人 再接回來 這都可以 這裡叫做 人挪活 樹挪死 你要死守在那個 台灣那個地方 你就等著 導彈來 解決你 解放台灣 解放台灣 這個東西 習近平 沒有完成 並不等於 他不完成 因為 國家的憲法 告訴你 國家職權法 就告訴你 國家主席 就是要完成 解放台灣的 要不中國人民解放軍 幹什麼的 他辭職就是土地土地 打倒參與門 解放全中國 解放全台灣 解放全台灣 我們只不過 1949年 1951口號 就是打倒蔣介石 解放全中國 打過長江去 解放全中國 現在是打過 台海去 百萬熊時 郭大海 解放全台灣 我這個不是戰爭 也不是極左 完全是法律 就是這麼說的 蔡英文 這個是一個 就叫做一個 化成凍江的一個蛇 現在的 掏光養晦 現在不吭氣 想要掏光養晦 我現在不提了 因為 拜登告訴你 晉升 你不能在前面亂說話 他現在學老了 把尾巴夾住了 狗把尾巴夾住了 這個 2019年的時候 1月2號 習近平發表這個 告台南同胞數字 為什麼 蔡英文 馬上就說 四個堅持 堅持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個主權奴隸的國家 是吧 堅持這個什麼 大陸和台灣 互不那個什麼 平等 你是政府 我也是政府 憑什麼呀 憑什麼呀 憑什麼承認 你是 你該怎麼辦 你一樣這麼做的 你都不能 賴蛤蟆想吃 天鵝肉嗎 連蔣介石都辦不到 陳明年的時候辦不到 你蔡英文就想辦到嗎 你蔡英文辦不到 那個 你換一個人 你換一個人 包括朱立倫 你能辦到嗎 辦不到 所以說 朱立倫來到美國 要首先要搞清楚 我自己 是美國回來的 是 viyah here 你將來是viyah here 你是中國共產黨 將來在美國呢 here 是在美國 美國的 under American的 美國國歌說得好呢 佛羅門西都西 是 sainnense 你是 從台海 佛羅門台海西 to sainn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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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佛羅里達 佛羅里達州 那個這個名字 就是西班牙語的sainnense 就是 陽光的海岸 你從 那個臺灣 充滿戰火的海岸 你到了美國 這個 陽光的海岸 我就辦 西班牙語的 佛羅里達就是這個意思 我今天講的 還 講的還好 控制的還好 第四 這個就是T2 這個結盟 重點不是和歐盟結盟 也不是和日本結盟 和韓國結盟 這個是小Ks 這已經叫做朋友了 小朋友靠這個 小成功靠這些朋友 盟友 大成功靠中國 靠敵人 靠這個戰略的合作夥伴 這個就叫結盟 叫T2 Idea T2 這個兩難選擇的結構 這是個兩難選擇 你現在 拜登現在是兩難選 現在你拜登有權 拜登現在有權的時候 你現在是兩難的權力了 你在有權的時候 你就要一念之差 就把解民套權 我把美國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套權啊 就是想不通的 為難是解開不了的問題 最重要的事情解決了 當你下台 2004年你下台的時候 你已經到了80歲了 你必須下台 你不下來 評論你現在這個經歷 評論你現在這個 這個生命反映製作不行了 至於你能不能下來 要看你的政績 布林肯給你設計了一個四不一無意 你能不能把這個四不一無意 變成美國的現實 你能不能把中國的資金 台灣的資金 人才都調到美國來 這個叫做疏導 過去這個叫做圍堵 圍堵那叫大禹的父親那叫滾 那個失敗的 後來滾被砍頭了 這個咱們說的更形象一點 原來特朗普奧巴馬 是想用這個圍堵的辦法 沒有想到用疏導的方法 現在我們改變了 用疏導的怎麼樣子千锋百計 把中國的力量 或者中國台灣省的力量 這個資金源引到美國來 在這裡大家四海為家 共同建設美國的家園 這個就叫做 beyond 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 就是成功呢 是在另外一邊 成功不是在台海 成功是在success on the American land 這個土地是你的 這個土地也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土地 也是你的土地 我們這麼康廣的循環 歡迎你到台灣來 但是台灣不會來 朱立倫根本想不到 帶著2300萬台灣人 浩浩蕩蕩蕩地開到美國來 沒有 它沒到那個什麼的 沒到沒建棺材 它不會掉內的 所以必須要用這個 大陸這個百萬雄士過大海 這個大太山壓頂的 強大的震勢之下 它才能夠逼著它走出台灣 就是走出那個什麼 走出埃及 然後建立新的 新的一個 新的不叫新的地方 因為這裡已經有了 美麗的美國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你到了 你從那個 一個充滿戰火的南海 那個台海 你到了美國 這個 這個 三明治 陽光的海岸 這個是條光明大道 你來選擇什麼路線 親美路線 擁抱美國路線 你的嘴巴 你真正擁抱 你把人帶來呀 你把機器帶來呀 你把設備帶來呀 再把人才帶來呀 你把和平 建設美國的決心帶來呀 你擁抱親美國 親了半天 你這個物件行動 在那裡的海洋 想讓美國去 去投資扶持你 怎麼樣呢 2004年 他們下次選舉上台 黃良美麥 國民黨上台的不是好事 對中國的國家統計 一點都不是好事情 戰爭一點都解決不了 你根本就是 你這是 洋 那個 洋湯廢紙 怎麼叫洋湯廢紙 你看水開了 就把水往外來咬 請問 你知道嗎 你最多 現在我們叫福底抽薪 拜登總統也好 特朗普總統也好 特朗普總統也好 我們現在不是要洋湯廢紙 我們現在搞的這些東西 都叫洋湯廢紙 我們現在要福底抽薪 把國民黨這個力量抽出來 從台灣那抽出來 到台 到美國來 或者到大陸去 你願意去 你得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就叫福底抽薪了 台灣再也不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了 你把那個台灣 這個獨立的國家 這個樹根砍掉了 你現在是根沒有掉 那六根不進 你入不了活門 對吧 所以說 你現在 台灣的問題 就是在六根不進 所以呢 他不知道自己往哪邊走 還以為自己 在那裡不走 坐以待地 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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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台積電 就是定海行政 你這個定海行政 過兩天就被大陸給超越了 另外 你不超越也沒關係 你得賣這個大陸 但是你這個土地 土地是大陸的 你這個 你不能拔著頭過 想著離開地球吧 現在台灣幹的事情就是想 拔著地球離開地球 拔著自己的頭過 想著離開地球 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叫做結盟 結盟絕對不是和你國民黨結盟 也不是和你台灣的蔡英文去結盟 你跟那個 連個門都沒有 連個門都不算 連個門都不算 跟日本 跟這個韓國 這些是國家 美國是個國家 美國是個國家 台灣就是一個島 一個小地盤 所以美國的外交政策 它是對的是國家 印象 記住了 不是對的台灣 美國的外交政策 是對的國家 對的是中國 而不是台灣 就像 就像我到一個人家去跟人家談 是跟他父母談 不是跟你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孩子 孫子去談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對象問題 你看那個什麼對象 是吧 是吧 你把自己沒有那個定位 你看 你第一件事叫自己know how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什麼東西 你在法律上是什麼東西 對吧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這叫明定而止爭 名字要一定確定下來 身份一確定下來 這個戰爭就沒有了 就止掉了 這叫 我們剛才說了一個 背上紙幅 現在是釜底仇星 不如釜底仇星 我們現在的 現在模糊 美國就搞了一個模糊 模糊了四十年 讓臺海緊張的事情 美國賺了四十年 回事 大陸呢 大陸也想搞一個模糊 我現在不忙著解放臺灣 我現在忙於自己國內的建設 就改革開發 我自己把自己搞好了 將來你自己回來了 可是不是那麼回事 這個習近平 習近平也好 江澤民也好 鄧小平也好 他台灣現在 一國兩制的結果 是台灣是越走越多 因為他有靠山的 因為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他希望你和大陸兩個對著幹的 這個台灣人的有奶便是娘 我們說幾十年的發展 那麼好的一個政策 那麼好的會談政策 讓你在賺著大陸的錢 讓你這個殺 賺大陸的錢叫什麼 殺俗 俗人他在殺 兩人一家親 兩人血中一水 共產黨不了解這句話 殺俗 就是因為你是自家人 他專門殺你 正是因為你大陸人 你不懂這個商業規律 所以他用坑門拐騙 電勳詐騙 來騙給大陸人老百姓的錢 老百姓苦就苦在這個大陸 我也是無資 我也是無資 我買了那個台灣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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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塔園 空手套白糖那個ごchl 那個盆頭 我買了那個東西 交的學費 我不經過那些叫做學費 我就不知道這個 這個 台商有對著大陸人 有多麼的心狠 吃肉不吐骨頭的 吃人不吐骨頭的 為什麽呢 我把那個明年是一個沒有需要的東西 它都在那裏的 這個案件在這裏 我這個案件給中央打了十年報告 是吧 這個案件就是一個塔員 它沒有的東西 它在那裏騙了我十萬塊錢 我打了官司 就法院它都擺通了 傳統好了 所以說中國的腐敗呢 就在這法院都被腐敗 所以我打了很多這個訴法 那個那個同時呢 結果呢 到現在沒有解決 我割著呢 就是道德軍說話呢 你把那帳本割著呢 將來有一天會解決 將來這個冤架出來 總有一天會平反 我就 因為我就是因為有這個 有這個決心 有這個信心 我把這些案例 法院是怎麽判的 是怎麽關上勾結的 這就是中國要解決的問題啊 美國的法律呢 它比較清朗一些 也有這個不清朗的 但是不一樣啊 法律是按照案例來解決 它明明是中國就不一樣 它這個案例是這樣處理 這個案例是這樣處理 這個案例是那樣處理 結果它主要是因為 因為這個法官它被收買了 被盡量用看不見的錢收買 這個地方管理 為了保護這個地方那個 排商企業也好 監商也好 它爭一指兒閉一指兒 寧肯大陸人這個 被坑門拐騙 也不願意把這個吃掉這個 孩子企業 包括很多 很多這個這個 這個對對對對對 對中國這個陽光的 克服的這個 沒有失去的人性 無孔孤入 冷血動物 一樣 咱們不要說別的 就包括郭台銘 他沒什麽種的 你大陸我養活了大陸 大陸人民 沒有大陸 你大陸不要我 我去走 這就是 這就是中國櫃台政策 培養出來的 未能熟的狗 所以說我們說 大陸這個 農夫與蛇的關係 毛澤東看得很尖銳 習近平還在這裏 把這個問題上 還是一忍再忍 用隱忍 俄羅斯不忍 俄羅斯所以說 是把這個事情暴露出來 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場戰爭 給臺灣一個很好的教訓 也給大陸看到了 這好的教訓 我解放臺灣 我用不著 我用不著 我去攻臺 我就是在 用砲擊打 維爾不攻 我為什麽消耗人呢 我不消耗我自己 我用無人機去打你 因為我是站在 正義的戰爭的基礎 你按照執行聯合國的 27582權益 你是站在聯合國 憲章的基礎上 你維護 那個這 維護美國 這個布林肯說的話 國際秩序 國際規則 你也是按照規則辦事 收復臺灣 你有什麽不可以的 你完全正義嗎 是吧 你也不殺了他 你敢給他 你要流出一條路來 這都放著 就像那個 俄羅斯給馬利波一樣 馬利波、布布爾一樣 我放出一條路來 讓你投降 給臺灣一條 給臺灣一定要給臺灣 台獨也好 獨產也好 還有那些 臺灣的軍人也好 一條生路 讓他們投降 投降了之後 投降之後 你願意到哪個國家去 到哪個國家去 到日本去 投降黃民利也好 做黃民利也好 到美國來做 開發新大陸也好 必須投降 台獨必須投降 你可以 你在臺灣這個土地 必須收回來 這個就是 這個叫什麽 這個叫 國家主席呢 這個叫 承認這個 Duty 這個法律責任 上天給你的命令 你必須得完成 這不是十四億人給你的交代 你完不成 你對不起十四億人民啊 對不起毛主席 對不起鄧小平啊 這麽多年 給你的三屆 兩屆三屆 給你那麽超長的時間 你完不成這個 國家統計這種 你怎麽能夠無顏見爹娘啊 一定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改革開放就殺出一條血路來 這解放臺灣 就是不但要解放臺灣這個土地 而且解放人的思想 解放這個執政者的思想 我們將來要搞這種 人民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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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共同建設的家園 而不能說 臺灣人建設臺灣 大陸人建設大陸 這個叫 人民共同建設大陸 叫 民和 民旗 民利 共同建設美好家園 你不能說 我單獨建設 它是單獨建設 那樣就搞成烏克萊和俄羅斯了 自己建設自己的 就搞成民粹了 大陸呢 那之所以犯錯過這個 總結教訓 就是要總結這樣的教訓 這是第二個提出 競爭 第三個就是競爭 你競爭叫什麼呢 競爭現在大陸拿出一個 一帶一路來 聯合的這個 一帶一路上的各個國家 包括東盟國家也好 一帶國家 包括印度 都是受益的 現在 現在俄羅斯也想通了 中亞國家 原來我不放的 對中國不放心 這個 怕這個中國有野心 太大了 這個 非洲 非洲為什麼容易搞啊 非洲沒有根 對吧 各個大陸太太落後了 太窮的地方就容易搞 美國最窮的地方是南方 所以南方呢 我就說 共和黨一定要把這個 南方這個 這個試驗區搞好 讓南方先 窮的事變 變成一個 將來變成一個像深圳這樣的一個 改革開發的特區 一個大的一個 大的一個 經濟發展 一個新的 經濟增長點 經濟增長點 這美國將來就有了體氣 有了熊氣 就熊起來 不但 北美 美國本土 各個都 五十個州都來學習這個 佛羅里達也好啊 或者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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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這個 這個 這些 這些州 而且 因為 因為 這個 語言也好 拉丁語也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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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也好 還有各個國家都會來 你只要形成這個 一個谷地 低谷 能夠吸引投資這個低谷 因為這些人 你把這些人得明確了 就是要 啊 創造 設計出來一個 我規劃什麼 我為什麼按照經濟學 因為宏文經濟學 我先給你搭一個物價 然後我在微觀經濟學 我讓各個企業 我是搞微觀經濟的 我各個企業在這裡呢 建家園 把企業的規律 企業有什麼困難 像國務院提出來 我國務院制定一個 南方的特殊政策 扶持南方 這個二十二個省 二十二個州 二十個州 二十個州 然後這個發展經濟 西蘭能產 你看 有多大能力 實現自己的夢想 創造自己的奇跡 你綜合就是創新嘛 你綜合各個國家 世界最寶貴的先進生產力 就是解放生產力 和解放生產關係 你懶人才就是解放生產關係 你然後有這個典型的帶路 有些試點成功了 美國將來就二十年 三十年 你如果按照現在這個冷戰這個 繼續走下去 那就是越來越冷 就變成了大清王國 閉關鎖國 就變成更落後的 變成歐洲 變成一個土皇帝 你現在像大雨次水下 改革開放 你西納 西納這個大海一樣 像海納百川 你就把全世界的資源 人才 資源 都偷到你這裡來了 至少一百年 三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這個政策 美國的改革開放 中國有兩個級 一個是太陽 一個是月亮 是吧 都圍著地球算 是吧 這個就是一個格局 這個就叫競爭 就是要有超前的眼光 競爭的姿態 沒有競爭的觀念 就是 自交系 只相信自己 自交系 你看看這個植物 玉米也好 第一年雜交以後 雜交了之後 就有生產優勢 你自交 自己 自己看著自己 自己和網友 同質性 什麼叫共同價值觀 同質性之後 就衰弱 同質性就自 自己的那個 自我盡情繁殖 盡情繁殖 就會遺傳退化 一全退化 就變成了台灣 現在這樣的樣子 就變成了 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和 像那個 台灣長老會這個樣子 是吧 中國為什麼 東建落後呢 就是盡情繁殖 過去 大清盲上 就是盡情繁殖 東建自己 美國為什麼 為什麼能夠 那個超前的發展呢 因為美國是 吸納了全世界的人才 德國的 日本的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中國的 各個國家的人才 再加上勞動力 那麼有了勞動力 有了人才 有了這個 這個這個 有了資源這個土地 那麼美國一定會發展起來的 這個就叫超前的眼光 就叫競爭的姿態 超前的眼光 看待美國的未來 這就是美國總統 拜登總統 所以國務卿 安東尼 那個這個 就應該考慮 也是 共和美國共和黨 特朗普 還有這個這個 加利福尼亞州 這個這個州長 所應該考慮 而我想呢 現在是 不是 現在雖然 那個那個 那個 佛羅里達州 就是州長 還很年輕 46歲 47歲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 在那裡安下心來 不要去真的去做總統 而要安下心來 把這幾個 把這個 22個省搞好 搞成經濟特區 搞成深圳一樣的特區 所以這底下 扎根 取信移民 把這個根據地啊 鞏固了 把南方這個 大的試驗區 為什麼 美國有個地方呢 就是 四年一度 四年一度一換 這個都沒有長期打算 我希望能夠 搞這個 經濟特區 一定要有大的觀點 要有長期觀點 要有扎根 這個在那兒 踏踏實實搞的幾十年 然後 全 這個 特朗普 一大的 2004年 讓特朗普 這個 掌握一下做 因為特朗普 當過這個總統 去搞 跟這個 習近平去搞好關係 把這個世界格局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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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下來 他把大的盤子做下來 而你具體的 搞經濟特區 就像我們當天在深圳 我們年輕 我們在深圳 開荒牛一樣 去做這個開荒牛 老荒牛 當我們積累了 一定成的 潛龍無用 對吧 我現在不要去忙著 一下子去當總統 我 雖然能夠當總統 我不去當總統 我要去建設這個 美國 建設新美國 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 權力啊 是為 從整個美國的利益來著想 就是要有個分工 要有個大的格局 不管你共和黨的格局 共和黨的格局 共和黨的格局 都是這樣的 要培養這樣的人才 能夠高端建立 我覺得 奧巴馬和米歇爾奧巴馬 都是可以當總統公民 都很年輕嘛 那麼有了這樣的經驗 我今天說在這裡 我們也 我們彼此很了解 對吧 我們也了解幾十年了 對吧 因為經過熟練 我們 經過事件的 經過這個 事實的接觸 我們彼此 他有了了解 所以你在2010年 就 米歇爾奧巴馬 就說我這個總統 提名我為總統的公民 但我不敢接受這個稱號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太突浅 嘴尖皮厚苦中空 我是 雖然經過了 深圳和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 但我在美國那裡 更低潛 我現在 不一樣 現在 現在奧巴馬呢 有些 對美國的情況 有些了解了 而且我們 而且我已經老了 我也沒有心思再去 但是我把我的idea 我叫t2idea 說出來 我這個不是說給 我只要三個人 五個人聽 三五個人聽得懂 有一個人聽得懂 也行 只要這個佛羅里達州 那個州長聽懂 聽懂我的話 不要急於去當總統 而要把扎根 把這個為美國人民 把這個南方那個 經濟特區搞好 政府 你可以前進一步 但是你一定要 記住 不要破壞了民主黨這個事 三個人 事不一無一 這個路線 也不要忘記 台灣關係 法和六項保障 把台灣人 它是人民的關係 我把人給收容過來 OK了 我成了 滿足了我的承諾 承諾就是我文字寫的東西 我讓台灣人 規格拒絕 因為有那個磁場 有那個磁場 有個吸 美國有個吸引力 你這邊 大陸那邊壓它 這邊吸引 美國又開放 那麼台灣就 必然就往這邊流了 即使說這邊的工資再高一點 我也會到佛羅里達來見他 一拉一推 就是 唯冤驅於 唯蟲驅穴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對吧 我們現在就是 亡羊補牢這個工作 我們現在就是要 把這個 這個 這個 建立什麼 一個細菌 一個細菌痕 建立什麼 一個硅谷 人才硅谷 企業硅谷 將來 這個 然後 有了這麼些人才做古怪 以這些人才 作為這個基地 作為人才的古怪 可以吸引 美洲的 美國的 各個國家的人才 一起來共同建設美國 這就是我的一個大的一個 從宏觀上來講 這麼一個結構 微觀上來講 具體丁拿撒 什麼計畫管理 什麼流程管理 這個事情 每個企業 有每個企業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經驗 有每一萬景有